傅里乡稻农李村女每逢其做稻米收割 都会保留部分的白米捐往花莲市食物银行 而日前她再度捐出了70包每包重达3公斤的白米 要借此感谢老天爷的保佑该其稻作顺利收成 而同时也盼为社会公益尽棉包之力 傅里乡稻农李村女她每次稻米收割 会保留部分白米捐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日前她再捐出了70包每包3公斤的白米 除了感谢老天爷保佑稻作顺利收成 也期盼可以为社会公益来尽一份心力 现在农民最怕的就是干旱问题 这期同样也是遭遇到没有水源灌溉的问题 但务农的就是靠天吃饭 期盼老天爷天降干铃 让第二期稻作能够顺利完成 毕竟有量才有福 我们一直用自己送的女来祝人 是一种福气感恩的心 李村女除了热心公益 她也都参加花莲市公所举办的 太平洋重骨马拉松 今年更专程准备一束倒催花束 献给花莲市公所团队 马拉松创办人县远魏嘉贤 也特别向李女士表达感谢之意 特别在每一次收成的时候 都不会忘记食物银行 那她每次收成的时候 会把部分的补物来捐给食物银行 需要被帮助的伙伴跟朋友们 再只要代表所有的好朋友 谢谢 那在我担任市长的任内 就开始来做相关的一个捐赠 那今天也特别邀请我来做相关的见证 那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人 不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贵 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相信老天爷都能够眷顾每一个人 那也谢谢村女姐一直以来在帮忙 需要被帮助的伙伴 花莲市公所感谢李村女多年的善举 还有对花莲市食物银行的信任及肯定 也期盼她的热情和善恋可以发挥影响力 让更多的社会弱势受到关怀 据旅会患事报道